巴西是不是拒绝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了呢 美国在背后不断的鼓动巴西 鼓动南美国家 包括墨西哥的一些人士 那么对中国不断发难 这是中美战略博弈地缘竞争博弈 在南美地区发生的案例 目前正在上演当中 今天早晨我看到一则消息 来自于香港南华早报 香港南华早报 他的这个在头版消息当中 有这么的内容是 巴西放弃加入中国一带一路 但是呢 依旧希望和中国之间进行合作 那么这个消息听起来有点矛盾 对吧 按理说 中国和巴西之间都是金砖国家 都是南方国家的重要大国 而且中国巴西还都是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国 巴西现如今的领导者卢拉呢 向来对中国也是比较友好的 中巴之间的合作项目呢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南华早报为什么此刻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呢 我们从中能够看到美国在背后的动作 那么巴西方面显然是希望和中国继续开展更多的合作 但是此刻当下他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是有一点左右为难 巴西的声明中特别谈到了这么一些内容 那么指出呢 巴西方面已经决定战时不会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是巴西会寻求和中国投资者以及各种这个项目上的合作 这则消息来自于巴西总统国际事务特别顾问 他的名字叫做阿木林 他对巴西的报纸叫做环球报 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 巴西希望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但是中国和巴西之间不会签署任何的合同 这个合同当然就是暗指一带一路的协议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为什么巴西最近传递出来的消息非常之复杂 就在不久之前呢 几天之前吧 那么巴西的另外一位政府高层 就是巴西的农业部长 在一个公开场合里面 声称巴西应该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那么以应对美国和欧盟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 那么这个说法本身呢 是希望能够吸引中国投资 那么参加这个巴西的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么为巴西的这个发展呢 提供更多的动力 这个说法来自巴西的农业部长 那于是乎我们可以认为 巴西的政府高层 在对中和对美之间的政策选择上呢 实际上是意见比较大 分歧比较大 或者说美国在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上 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于是乎我们在香港南华早报当中 又看到这么一则消息指出 中国谴责美国的贸易官员 警告巴西不要加入一带一路计划 讲白了 巴西方面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呢 被捏在美国人手中 所以美国施压 那巴西呢就表示出 我们目前不会加入这个计划 但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呢 会持续下去 那么美国对巴西进行施压的这个动作本身 显然是中美博弈的一部分 那么中方呢也是表达出这个反驳 那么中国的大使馆就说 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呢 是无理之举动 那换言之 你跑到巴西去对吧 来谴责巴西 拒绝或叫做阻碍巴西和中方之间的合作 这个事情本身是干涉他国内政 那么美国贸易代表的说法是这样子 巴西必须认真思考 什么才是巴西经济 更具弹性的最佳途径 那么上面呢 我们看到这几则消息 来自巴西政府高层的两位官员的 南辕北德的说法 完全不同的态度 美国最新的动作和中方的反驳 其实就表示出一件事情 中美两国的大国博弈呢 目前正在巴西上演 就在不久之前 俄罗斯喀山所举办的金专分会上 那么这一次巴西的领导人 卢拉未能出席 当然给出的理由是 他在室内摔倒 导致自己呢 这个脑部轻微出血 毕竟啊 年纪也不小了 说实话呢 确实有风险 那么医生建议 不要坐长途飞机 那么这个呢 我想他不至于撒谎 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同时能够看到 这一次的 俄罗斯举办的金专分会当中 那么巴西总统卢拉的缺席 以及 沙特 就是中东地区的产油大国 沙特的王储 他的缺席 实际上这背后 我们也能够同时看到 美国在其中 所扮演的这种阻力 或者叫做呢 施加的压力 那么特别是沙特的王储呢 毕竟他还没有登上大位 目前沙特国内的这种政情呀 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美国在中东地区 又有非常多的军事基地 各种军情网络非常复杂 所以沙特方面 小心为上 也是能够理解 至于说 问他们的内心当中 想不想和中国之间 开展各种贸易合作 项目合作 我想这是板上钉钉 一定是希望 继续和中国合作的 毕竟这对于 发展中国家 金专国家组织的 这些成员国呢 都是有利的 那最近我们看到 阿根廷的米莱上台之后呢 紧接着就退出了 金专国家组织 然后呢 最近他发现 和美国人亲近了这么久 也拿不到任何的好处 所以在中国和阿根廷 续签了 本币互换协议之后呢 米莱方面感到 大乎意外 非常之意外 于是乎米莱呢 要决定 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 要知道米莱上台之后呀 是一边倒的 倒向了美国 亲美国 那么对中国方面呢 也是各种微词 结果呢 他就宣布退出金专国家组织 对于阿根廷这个国家来说呢 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此折腾下去啊 恐怕阿根廷只会 进一步的沉沦下去 但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 现如今我们看到的情况 非常清楚 从美国那里呢 拿不到多少好处 巴西方面也了解 巴西需要盖工业园区 需要再工业化 需要对他的农产品 找到市场 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呢 那么找到各 找到这个合作伙伴 在地缘战略上呢 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地理位置 如此遥远 更谈不上所谓的相互威胁 那么和美国在南美地区 所扮演的角色呢 完全相反 所以巴西没有理由 和中国搞好关系 那么现如今的 这些举动本身 对吧 不和中国来签署 一带一路协议 但同时呢 又要和这个中方之间 开展更多的项目合作 显然就是在各种压力之下的权衡之举 那么我们同时能看到 这个美国的 抱歉 我们同时能看到呢 美国的贸易代表 他是如何对巴西方面施压的 那么除了香港南华早报 我们同时在美国的彭博社方面 彭博社上呢 也看到了一则报道指出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在巴西的圣保罗出席 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 也就是B20的间隙期间 他也参加了彭博社 所举办的经济论坛 在此期间呢 戴琪就再次挑拨 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 警告巴西在决定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之前 要认真考虑 一带一路当中的风险 那么我想呀 巴西的政府高层 恐怕不需要戴琪女士的提醒 巴西的人民 巴西的政府的这个政治精英 他们自然有他们的打算 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呢 戴琪女士呢 好像有点没有搞明白 好像是这个派来的一个宗祖国 对小弟 对吧 你自己想清楚了 想明白没有 这典型就是什么呀 在警告 尤其是在巴西的国土上 你参加G20的工商峰会 那么你就好好开会 巴西的对外政策 轮得上你戴琪在这里 指指点点吗 但不管怎样 我想呢 这一次由巴西主办G20峰会 他也希望这个峰会本身 能够取得成功 那么戴琪方面的这个说法本身 巴西呢 可能也会有所考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出现我们前面 所说的这种状况 戴琪同时又指出 他建议巴西方面 要通过客观和风险管理的视角 来看待当中全球经济的发展 而且认真考虑什么才是巴西经济最具弹性的最佳前进道路 那这是戴琪方面对在巴西呢 所发表的谈话 那么戴琪尤其在谈话的最后还警告巴西说 任何最终决定都取决于巴西政府 美国政府呢 当然会尊重各国的经济主权 大家想想看啊 这个去相当于两个人 对吧 我威胁你的时候呢 到最后说 你放心 我会尊重你的 你好好考虑清楚了 你做决定就可以了 大胆做决定 对吧 我肯定不会对你造成伤害 我肯定会尊重你 其实这个话呀 你正话反听 恐怕才有才是对的 所以戴琪呢 这个这一次在巴西的开会呢 恐怕给巴西也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 在与美国彭博社的对谈期间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呢 还对他的邻国墨西哥 而敲打了一番 那么戴琪谈及了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即将审查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也就是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 USMCA 他没有说出详细的审查过程 但是呢 戴琪在美国媒体采访时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美国现如今已经注意到 中国公司在墨西哥收购工厂方面 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发展 他又说 地缘政治紧张 国家参与经济的发展之间 越来越变得模糊 那么国家间的信任呢 这个越来越变得模糊 啊 那么讲白了呢 就是我们即将审查 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 那么中国呢 现在在墨西哥大举的投资 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呢 那么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信任关系呢 换言之 这是戴琪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版本 啊 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 美国现在在全球各地不断的使力啊 就是呢 要把中国打下去 反正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合作 和墨西哥之间的合作 只要有利于中国和各国之间经贸发展的 投资往来的 对吧 互利共赢的 美国都不爽 他要把中国呢 死死的困在一个区域之内 啊 让你怎么样呀 出不去 但这种想法本身呢 其实是很有问题啊 这个问题分好几个层面了 啊 那么我想呢 戴琪他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对吧 不管是巴西 不管是墨西哥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轮得上你一个美国小小的贸易代表 跑过来指点江山 激昂文字吗 我们现场130位朋友在线 请大家给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那么戴琪呢 在上述有关巴西和一带一路之间合作的表态上呢 我们能够看到 那么紧接着呢 这个巴西的农业部长就说出了我们前面一开头为大家讲的那段话 那就是巴西的农业部长指出巴西必须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吸引外部投资提振 巴西的经济 同时对抗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那么他的这段话其实和阿根廷的这个总统米莱当下的处境呢 可以说是一语道破 米莱上台之后我前面说了一边倒的抱美国人大腿 对吧 这个特朗普在台上进行竞选演说的时候 阿根廷的总统竟然是特朗普的粉丝 川粉在台下为特朗普呢鼓掌呐喊 莫名其妙 更不要说你是一国总统 别的国家搞竞选对吧 你跑过去 在当局者这个民主党政府拜登政府看来 你不是干涉美国内政吗 反正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对吧 电锯米莱对吧 反正呢 这个这种状况就是这样 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特朗普他是典型的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 他最近说啊 你这个弯弯啊 你的台积电对吧 你偷走了我们的芯片 然后呢 你这个要交保护费 我们是黑帮组织要保护你 你要你要花钱的 他反正特朗普也无所谓 说自己美国是黑帮组织 对吧 黑帮组织我保护你 你要给钱 对吧 然后台积电你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好呀 为什么你芯片做的出色呀 因为你偷走了我美国的技术呀 对吧 你偷走了我的生意 我的芯片生意呀 你跟他讲道理 哪有什么道理可言 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所以说 巴西的农业部长的看法呢 是我们必须和中国之间合作 必须搞一带一路建设 同时要对抗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 也就是说呢 你戴琪讲的这么多 表面看起来是为我好 但实际上你美国所做的行动 那么对我巴西 对我其他对我周边其他国家 恰恰呢是相反的 没有好处 反而有坏处 所以米莱在看到中国 他即便是退出 这个金砖国金砖组织 但是呢中方依旧和阿根廷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 就要续期续签了 那么中国方面呢 我想已经是做到人之意境 对吧 他考虑当然不只是米莱 而是考虑在南美地区的长远的战略布局 阿根廷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国家 那么中阿之间的合作 还有很多对中方非常友好的 比如说现在的在野党 是米莱这么做法继续搞下去呢 他迟早要下台 下台之后 新上台的阿根廷的这个政党和领导者呢 很多和中方之间都是长长久久的关系 所以呢 中方考虑的是和阿根廷之间的长期发展 而不仅仅考虑短期的米莱一会儿什么 亲特朗普 亲美国 抱美国大腿 其实也没什么用 就像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一样 刚刚这个上台 对吧 突然之间莫名其妙 当上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结果呢 我们说这个大国呀 你这个动辄得救 对吧 你所为一个什么样的决策 一个举动 和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个那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普通老百姓 你抱个电锯 整天到处嗨 那个当然无所谓 你当了一个国家的总统 你还这么嗨 对吧 动不动就自己就很疯狂 就像这个泽连斯基 你以前是演员嘛 你在演员的 演总统 对吧 你演这个政府高层 你演的挺像 演的挺好 处处呢 为乌克兰人民着想 我们要加入北约 加入欧盟 我们要发奖 我们要繁荣 我们要发达国家 想的都挺好 但是呢 复杂的国际政治 不是靠你那些剧本 能够搞定的 即便是你发生欧乌战争之后 对吧 每次拍的那些小电影 小段子 拍的都挺好 剧情跌宕起伏 在社交媒体上 能吸引到很多的粉丝 但有什么用呢 对吧 这个东西 我想呢 这个你的爱好 兴趣 性格 职业 和真正的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真的就是两码的事 对吧 你西方国家力挺乌克兰 为你带来了什么呢 你这个西方国家 看起来美国 当然不可能讨厌米兰 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 对吧 但是呢 特朗普会说 我们是哥们 我们是朋友 那么既然是哥们朋友呢 你应该给我美国交保护费 或者多给我钱 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哥们 所以你要给我钱 这是特朗普的逻辑 你不要搞错了 对吧 我们一般人 正常人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哥们 所以我会考虑你的利益 考虑你的感受 你也会考虑我的感受 咱们呢 这个相互交往理上往来 特朗普不是的 特朗普说 我们这个 对吧 你现在弯弯 你的芯片 台积电做得这么好 对不对 而且呢 你希望我保护你 对不对 而且你台积电到美国来设厂 我们关系不错 我们之间有合作 那你到美国来设厂 你应该给我钱呀 凭什么搞一个芯片法案 让我美国政府来补贴 你台积电的工厂呢 特朗普就理解不了了 因为在他的视角当中 商业谈判的视角当中 他认为呢 我们是哥们 所以你要给我钱 这是他的逻辑 所以很清楚 我们这里就扯远了 反正呢 就是说巴西的农业部长 这话讲的呢 就很清楚了 这是南方国家的普遍视角 就是说呢 一定要和中方之间合作 这个加入一带一带的倡议 那么要提振巴西的经济 要对抗美国和欧盟的保护主义措施 这个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但问题点就在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巴西的政府高层 他可能考虑到了美国的压力 G20马上要召开 巴西作为主办国等等 方方面面 所以呢又谈到了前面 我一开头所讲到的 那个我巴西 不加入任何的协议 不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 但是呢 我们希望中国来投资 我们希望和中国之间呢 开展各种各样的项目合作 其实这个讲白了就是呢 给个老美一个交代 给你个台阶 你戴琪不是喜欢几点指点江山 寄扬文字吗 你美国的贸易代表 不是跑来我巴西过来 教我怎么做人吗 对吧 那我做给你看 但是这有意义吗 就是你逼着别人 做出一些姿态 这个让别人呢 这个逼着别人 可以和谁交朋友 不能够和谁交朋友 这个我们 这个学校里面的小霸王 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这个我们要顾虑谁 小霸王一发话 所有小朋友都和这个 小霸王站在一边 那个小朋友就被孤立了 谁要和他玩 我就要揍你一顿 这不就是典型的霸王心态吗 反正不管怎样吧 现如今就是这样 巴西呢 我想从本质上来说 和中方之间呢 会继续的深入各种合作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 过去巴西的航空工业 是比较不错的 在美国 一二再再二三的 去工业化操弄巴西之下呢 搞到巴西最后线 这个工业体系呢 几近崩溃 那么现如今巴西 每次谈到 都是巴西的农业 谈到都是巴西的 这个轻工业 手工业 巴西要保护 这个什么热带雨林 但是呢 美国特朗普政府呢 却说气候变化 极端气候是骗局 是骗子 所以美国要大力发展 石化产业 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非常的不要脸 对不对 你让巴西不可以去进行 经济开发 因为要保护地球呀 但你美国呢 搞业盐气 搞石油开发 搞这个 这个污染的 高耗能污染的这些行业 还把你的这些液盐气 石油天然气呢 以非常高的价格 卖到欧洲去 是不是 你美国在推动电动汽车 清洁能源 绿色能源 新能源方面 你是毫无作为 拜登政府虽然有了一些法案 但是落地速度极其缓慢 到了特朗普呢 直接否定 气候变化的存在 没这回事 哎 我要发展石化产业 为什么呀 我的金主爸爸都是挖石油的 不就这么回事吗 但是你巴西不可以干 你巴西不可以搞工业化 因为污染环境 因为亚马逊雨林会遭到伤害 你是地球之废 所以你不可以发展 那巴西说了 那我也要人民 我也要过日子呀 对不对 那我老百姓要开垦呀 要这个种粮食呀 那我要生活呀 我要补捞呀 等等 那怎么办呢 要不你们补贴我 对吧 我为地球 这个 这个地球之废嘛 对吧 那你要照顾照顾你的废呀 是不是 大家给我点补贴 行不行 哎 G7国家一看 美国一看 门都没有 极端气候是骗人的 爱咋地咋地 不就这么回事吗 很不要脸 那么我们线上160位朋友在线 请大家为主播点点赞 感谢大家 那么与此同时呢 巴西的农业部长呢 还都要表态说 巴西不需要制造和任何国家之间的争端 巴西希望和美国欧盟之间 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合作关系 但是巴西必须通过扩大贸易伙伴的范围来打击那些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保护主义措施 啊 这个讲白了 巴西其实啊 你说他怎么喜欢中国什么的也谈不上 因为他这个说法讲白了就是我巴西要扩大朋友圈 我巴西呢 要搞全球的贸易合作网络啊 我巴西呢 不可能说啊 这个在你欧盟和美国搞科技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 对吧 我无法拓展我的市场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市场 我不跟他合作 我脑子有病吗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尤其巴西农业部长讲这个话就更对了呀 毕竟巴西是一个农业大国啊 中方是一个对农产品需求量非常庞大的国家 尤其像这种大豆这些产品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呢 爱吃豆制品 对吧 各种豆什么豆浆 豆腐 豆腐脑 豆花 一大堆 豆粉 对不对 反正不管怎样吧 我们看的就很清楚了 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呢 不断的在发力 那么既在巴西方面发力 又在这个墨西哥方面发力 说明了中国的这种影响力的触角 中美地缘博弈呢 在南美地区正在激烈的展开 而就在同一天我们看到 美国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他的名字叫做芬娜 在一场活动当中承认 中美两国之间在拉美地区目前的竞争日益激烈 所谓的竞争日益激烈嘛 就是各找伙伴 各自拉拢 对吧 各自发展 各自的这个合作关系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彼此之间利益进一步的深化呢 自然就意味着朋友越来越多 对吧 那么把敌人鼓励起来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这不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吗 对吧 很简单的逻辑 但当然要做到的那是不容易了 你比如说当年 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搞的一个TPP 环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 对不对 把日本呀什么什么 反正很多国家 从智利到东南亚一些国家 新加坡等等 全部搞进去了 目的就是要在经贸方面围堵中国的发展 但是呢 特朗普上台之后 哎 大爷不玩了 我退群 不给你们玩 那当然他一退嘛 自然就这个戏呢 就唱不下去了 后来日本呢 接过了这个 这个一波 然后呢 就是说 我日本来主导 搞一个 这个CPTPP 但没有美国的存在呢 日本单独来搞这样一个经济组织呢 其实意义就没那么大了 而且特别关键的是 美国明确的说 我们不会再重返 CPTPP 所以日本方面的期待呢 也自然就是落空了 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他的说法是 美国自家的后院 目前呢 面临激烈的竞争 但是他信心喊话说 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南美地区呢 有优势 他的说法是 在南美地区啊 我们呢 能够看到美国的影响力依旧存在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一种信心喊话 讲白了 对墨西哥 对巴西 这个去干涉 他们和中方之间的贸易合作 这件事情本身必然会引发当地的一些震惊高层 他们的不满 你等于是挡别人的财路 就好比说 在美国用军情系统和安全作为威胁的情况下 沙特的王储无法参加精砖峰会 他作为精砖的成员国 而且是加入精砖之后的第一届峰会 沙特王储无法参加 无法复会 你认为沙特王储 萨勒曼 他真的不想参加会议吗 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想参加吗 自然不是 所以呢 你总是逼着别人 能够和谁交朋友 不能和谁交朋友 长此以往的话呢 只会离心离德 这是我们中国人常会说到的四个字 另外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 随着中国和拉美各国之间 加大经济和贸易往来 美国继续与中国争夺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个戴琪呢 那么他在巴西访问期间呢 其实就是在此背景之下 在一开头的时候 我们所介绍的发表了那一番暴论 他等于说是呢 教巴西怎么做人 教卢拉政府怎么做人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早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 当时巴西总统卢拉就透露 巴西政府正在制定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案 当然这也标志着巴西政府首次公开讨论 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 而对于中国来说呢 自然是表示欢迎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 那么巴西的官员和中方之间呢 就一带一路的合作呢 进行了更多的磋商 那么甚至巴西政府也已经成立了跨部门的工作小组 未来这个负责在未来呢 来分析加入这个巴西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具体安排 很多事项哪些项目资金呀等等 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涉及的领域呢 自然也比较广泛 对吧 你加入一个项目 它本身而言 它不是一个这个轻松的事情了 那这里面肯定涉及到未来中巴之间 那么具体的一些落地的东西呢 包括基建呀等等这些方面 还有一些工业化的生产 包括双边的贸易关系 对吧 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 那一带一路计划 它不是单一项目 它是一揽子项目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领域呢 自然比较多 甚至也包括金融货币和金砖国家组织之间的互动等等 那么因此 在巴西总统卢拉7月份这个表态 以及后续中巴之间成立工作组等等 这个事情呢 看起来这个热火朝天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呢 自然是坐不住了 所以美国呢 对巴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呢 开始出手阻拦 在幕后使坏 背后捅刀子呢 也是可以想象的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 大家注意啊 在我们亚洲地区经常听到 美国太平洋舰队 美国太平洋什么司令部司令 对吧 美国这个驻美军的什么 什么日美同盟的什么司令等等 那么但是呢 在南美地区 也是一样的 美国在全世界到处驻军 那么在南美地区呢 今年5月份 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他的名字叫做 理查德森 那么就当时就警告巴西说 这个你在未来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方面呢 那么相当于就是暗指中国一带一路了 但是他没有直接点名 但他谈到了所谓参与未来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 如果说这个合作项目失败 无法偿还贷款 那么你的巴西国家的主权就会受到侵害 其实这是延续了美国一贯的所谓一带一路项目 带来债务陷阱这样的抹黑言论 大家能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吗 就是美国的南方司令部按道理说 他是军事组织 对不对 那么结果呢 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他就跑出来警告巴西 和中国之间合作 一带一路你给我小心 那是债务陷阱 以后你巴西的主权都会丢掉 同样和戴琪一样 这个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也是在教巴西怎么做人 对吧 换言之 你觉得这些巴西的政经高层都是傻瓜吗 对不对 和你老美玩有什么好处呢 别人不愿意和你做朋友 别人找到了一些新的伙伴 新的朋友玩 你就在旁边叽叽歪歪 你跟他玩 你这个他是坏人 不要跟他玩 你跟我玩 跟你玩了这么多年 南美地区 一个比一个穷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在我们亚洲地区 包括中国大陆的发展 包括周边国家的发展 包括现在 包括像东南亚很多国家 经济是欣欣向荣的发展 对不对 整体这个区域呢 总的来说 在亚太地区几十年 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 大家都享受着和平的红利 虽然经济有所起伏 一回什么金融泡沫 通缩了通胀了等等 但这也都是经济发展的正常周期 只要和平还在 只要能够小心应对 它总是能够过去 即便是日本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四十年 但日本老百姓总体来说 还是发达国家 还是享受着不错的生活和物质条件 再看看俄乌战场 再看看南美国家 对不对 毒品犯罪 什么性侵害 各种各样的问题 整个的包括疾病 粮食问题 饥饿问题 那简直是生活的条件是差很多的 所以整个南美地区 美国作为它的一个后花园 实际上对这个地区的人民 就是拼命的盘驳 而这次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既然教巴西怎么做人 应该和谁交朋友 不应该和谁交朋友 是莫名其妙 所以中国驻巴西的大使馆的发言人 就与一严厉的驳斥指出 这个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发言 是试图误导公众的认知 抹黑中国的形象 离间中巴友谊和合作 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 我建议 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把你的部队管好 不要在这里指指点点的 经贸合作 你大概也是不懂的 我想在这种状况之下 很清楚的 中美之间的博弈 远远的超出了亚太地区 那么在整个南美地区 现在博弈的烈度 也是越来越强 那么中巴之间的合作 一定是会深化 或许巴西会顾及到 美国所施加的压力 那么在和中方的具体的 合同的签署方面 也许会有一些 给美国一些面子 或者一些折冲 一些空间 给他一个楼梯 让他卸下来 但是中巴之间的合作 一定会进一步深化 你比如说 最近中国和巴西之间 举行了2024年中拉合作论坛 在这个论坛之上 就发布了一个文件 名字叫做 中拉命运共同理 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的案例 等等 那么在这里面 谈到了很多项目 比如说巴西 美丽山 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项目 哥伦比亚 波克大地铁一号项目 等等 在这个合作项目的案例库当中 非常多的显示出 中方之间所参与到的 这个巴西和南美地区的 这种一带一路呀 或者重大的基建合作呢 对两国之间的发展呢 都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换言之 巴西政府 即便是受到美国压力 和中方之间的一带一路的 一些合同的协议的签署呢 即便是缓一缓 但具体的项目呢 一定是快马加鞭的上 对吧 不然的话 你老美的基建公司 去给巴西盖大桥 去给巴西盖特高压的线路 去给巴西盖地铁 你自己看一看 你纽约地铁是什么尿性 先把老鼠给捉完了再说吧 这个呢 是跟大家所分享的 第一个话题 关于这个一带一路 关于中美之间 在南美地区的博弈 关于巴西方面 目前所承受的 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至于媒体上所说的 巴西拒绝中国的一带一路 看起来要和中国撕破脸 这种事情呢 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在有些方面 对外放话 给老美一个面子罢了 好 好